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到了傍晚只剩下18度 目前户外的天气剩下17度 温降幅度非常的大 要特别提醒长辈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从现在开始 你的穿着方面要特别注意 还有一点 刚刚看我们有同事 今天上班才穿件衬衫就骑摩托车 我就建议他 你晚上一定要穿件雨衣 要不然外面真的冷了 那有多冷呢 我们用一个温度的曲线的变化 来告诉大家 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冷气团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台湾上空 先来注意到 今天晚上的低温部分 北部地区的温度降幅 在今天的下午以后开始逐渐的明显 今晚的低温的部分 在增部以北14度的低温 这个温度才刚开始冷 不是真正最冷时刻 因为这个14度 可就是礼拜二早上的一大早的低温 也是礼拜二中午的高温 因为温度上不去了 接着冷空气撑墙之下 礼拜二 礼拜三这两天天气冷嗖嗖 整个中部以北的低温的部分 在北部11度 中部12度 海岸线部分接近10度的低温 所以要提醒您最冷的时间点 两天的时间 周二周三两天冷 还要冷到星期四的清晨 到了星期四的晚上 气温的部分会略上升 因为冷空气的强度略微减弱 那接着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冷空气再减弱 气温再上升一些 那接着到了这个周休假期 温度就回到一个比较舒适 早晚比较偏凉的天气 所以这波的冷气团的南下 北部地区是一个湿而冷的感觉 非常的明显 持续的时间有长达有三天的时间 到了礼拜五 气温的部分才会再回升 那我们来看什么 先来看看真实色彩的云图 从这张云图上面 我们看云系的发展 大片的水汽带逐渐的东移 进到了韩国 进到了日本 日本的西部都有降雪的状况出现 大片的水汽带在江南地区 在华中地区 可是华南这边也有一些水汽 现在目前水汽正在逐渐的东移当中 而封面云带所在的位置 目前已经到达了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 正在逐渐的通过当中 所以整个云系的发展 随着水汽在下午逐渐的进入 北部的朋友感受上最为明显 第一个 中午还西南风 下午的四五点以后变东北风 第二个 温度的降幅明显 因为东北风的冷空气开始灌进来了 从雨量图上可以看到 今天目前的话是在北部海岸线台北东边的细致 还有包含了宜兰有零星的江雨状况 因为东北季风开始明显地增强 而这股东北风的增强 以北方的高压系统的强度来说还蛮强的 它快速稳定地往南的方向在移动 东北风这么一吹进来 使得从我们北部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 高温的部分还有二十八度 但是到了傍晚的五点钟的时候 高温度状况剩十九度 目前的话气温的状况就已经剩下十七度的气温 但是在今天的白天的时候 比较偏着西南风通过了中央山脉 所以在十二点钟的大五的地区 这个地方的温度还有达到三十六度的高温 所以在白天温度高现在都没了 现在开始整个东北风开始进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说到东北风来看看高压了 主高压的位置正在华北地区快速的南下 这一波冷空气下来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整个冷空气下来之下 再注意这里有滞留封面 这告诉大家什么 华南的水汽会逐渐的东移 而影响我们台湾的上空 所以在明天后天的时候 北台湾上空云层量多 会有零星的短暂江雨的状况 湿凉的感觉在这桃园以北明显 包含了台北 新北 基隆 宜兰 北花莲 都会有飘雨的状况 那到了桃园以南之后是云层量比较偏多 到了南部地区是属于多云时勤的天气 不过要特别注意沿海的阵风 尤其台湾海峡 风力的部分都已经明显的偏大 这波华南水汽的影响时间 会是在周二还有周三的时候 当到了礼拜四水汽逐渐东移了 水汽的发展量来说就会减少 也就是说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就会渐渐的变成多云的天气 所以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来说 天气变化来说会先下雨两天之后再转为多云时勤 要提醒您失凉的感觉很明显 骑车出门的朋友穿着方面更要注意到保暖 山区部分局部的雾 桃园还有林口上坡路段 还有包含苗栗三亿路段 都在未来两天有雾的状况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注意14 明天早中午的高温15 其实这温度上不去 明天晚上就掉到12度以下 北部有雨 中部地区短暂雨后再转多云 南部地区的温度也下降了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最主要在宜兰东北角的雨比较多 花莲台东是多云时勇 而到了外岛地区夜晚温度在马祖只有9度 金门只有13度 未来一个礼拜我们来注意 冷空气礼拜要下来 礼拜三影响水气在减少 礼拜四五六开始温度上升逐渐变好 下礼拜一华南水气要东移了 不过中部以北海岸线部分低温在周二跟周三 只有在10度到11度 歪岛地区只剩下7度到9度 小叮咛两件事情要提醒 海风大骑车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还有更重要 温度降幅从现在开始非常的明显 长辈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要注意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